讲一下怎么操作数据库 上节已经把环境都准备好了 对吧 那看这节同学呢 也应该把 在上节讲完之后 把环境都准备好 然后我们一块 我再演示你来一起操作 这样的话影响会比较深 好 这一节呢 分为建库 就是建一个数据库 然后呢 是建表 就是我们 之前讲那个 技术方案的时候 有一个存储 是吧 就是用户怎么存储 然后那个博客怎么存储 这两个都需要建两个表 然后呢 就是表操作 所谓表操作呢 就是我们要讲一下 怎么用那个SQL语句 就是SQL语句 去操作数据库的表 然后 这个表操作 是我们接下来 用NodeGIS 连接数据库的一个基础 所以说 后来这些之后呢 我们再通过 讲解NodeGIS 如何连接数据库 然后就能把这一套流程 全部走通 我们按着看一下 建库 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 叫MyBlog的数据库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 上一节讲的这个 数据库的Basis 这个东西来查询一下 然后看看 有没有建成功 好 我们就直接演示一下 到这个Workbench这里面来 然后它 它上面有一个加号 然后有一个圆柱体的形状 大家看我鼠标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监控的一个小图标 点一下之后 它就会弹出来 这地方我们要放大 我鼠标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scammer name 所以scammer name呢 就是一个数据库的名称 然后我们 书上我们之前PVT写的 这个MyBlog这个名字 然后书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创建了 创建点这个右下角 这个有个apply应用的一个按钮 点一下之后 好弹出一个圈框 圈框里面呢 有一个create schema 然后MyBlog 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呢 就是这个客户端 自动为我们生成的 这个cycle语句 就是创建数据库的cycle语句 其实我们自己去写 这个数据库也可以创建 但是用一个通行画的界面 这样的话就更加容易操作 对吧 也更加容易记住 好 我们点一下角的这个apply 这个应用这个按钮 好 建完了 这有个律师的对号 说执行这个cycle statement 然后绿色就表示已经成功了 然后我们关闭一下 关闭一下之后 把这个也关闭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执行这个 shoot basis 点这个执行 大家看 已经有这个MyBlog 这个数据库了 对吧 这样的话就说明 建核成功 大家看 左边这个schemas 这里面已经有了这个MyBlog 大家点开之后 第一个就是这个表 是吧 这个table 只不过这里面呢 现在什么都没有 等待我们接下来继续建 好 我们回到PPT 继续啊 建表 这两个截图呢 是我们之前在讲 办案的时候 做的那个存储的讲解 就是我们需要做存储 对吧 然后上面这个表呢 是要存储用户 下面这个表呢 是要存储博客 大家看用户需要存储什么呢 第一列都是一个ID 所谓的ID呢 就是要保证 我们每一行的数据 都不能重复 比如说ID是12345 这样的话 ID不会重复 那其他的 即便重复了 也不会说导致整个表 和第二个 整个行 和第二个行进行重复 所以说ID是我们的一个标识 就是一个主线 也叫标识 所以它是一个123456 这样递增的一个东西 有的name呢 就是用户名 password就是密码 那我们现在的密码 还是密码 我们接下来呢 会讲密码 怎么去加密 然后realname呢 就是中文名 如果是英文系统的话 它应该分为 这个firstname和lastname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截图是 我们保存那个 博客的一个表 是吧 第一列也是ID 然后标题内容 创建时间和作者 创建时间 我们是用这个毫秒数来存的 毫秒数 一共是13位的一个整数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要键表 我们键表的时候怎么键呢 因为大家看我们这两个截图里面 其实不光有表结构 还有内容 对吧 像这个张三 李四 这不是内容吗 然后标题一 标题二 这也是内容 但是我们在 真正建表的时候 只会建表结构 而不会建内容 表结构包括什么呢 我们看一个 这个users 这个平行户表 表结构 第一列就是这个表的 有多少列 大家看 列里面有ID一列 是吧 username是一列 password是一列 realname是一列 这是列名称 第一列是列名称 然后呢 再往下呢 是这一列的类型 大家看ID是硬的类型 就是一个整数类型 然后username password是一个周串类型 周串类型 我们就用这个watcher来表示 20是它的长度 我们允许这个username 最大长度是20 password是20 然后realname呢 我们其实就是10个就够了 一般情况下 中国人的名字 不会超过10个数 对吧 然后pk 主件是什么意思呢 主件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行的 这个列的值都不能重复 我们上一课就看过 ID都是从12345 这样加起来 它不会重复 对吧 主件就是保证不能重复 然后怎么保证 它不能重复呢 就用这个 这里自动增加 就是我们把这个ID 升了自动增加 什么叫自动增加呢 就是我们在插入数据的时候 不用去管它 我们也不用去插入 我们也不用操心 然后它就会从 一开始一直往后累加 然后左边这个是 不能为空 就是说你这一列的内容 是不是允许为空 我们都设成不能为空 然后最后的是default 是默认值 默认值我们这个地方 就先不要舍 都不用管它 好 这是users这个表 我们要这么去创建 它的结构 然后blocks表呢 blocks表就是存储 博客的这个表 我们是什么结构呢 首先有个ID列 对吧 然后datatab是int类型 就整数类型 它是主件 主件就是说它不能重复 然后它也不能为空 然后通过自动增加的方式 来让它不能重复 再往下title title我们自乎串 生成成50的长度 然后content是内容 对吧 我们生成longtest longtest呢 它可以存储 很大的一个数据 它不是限长度了 像这个title呢 我们限制了 是50个字符的长度 对吧 longtest它是通过大小 它可以最多 可以存储4个G的大小 这个我们一般博客内容 都是没有问题的 createTime我们刚才说过 它是通过那个毫秒数来存储的 毫秒数的存储 毫秒数是13位的 13位的 那如果用int的话 它就是满足不了这个13位的条件 13位 大家想想13位就多少了 9位就上亿了 13位就是好几百亿 甚至上千亿的级别了 对吧 所以int的数据是存储不了的 我们用一个bigint 就是能存储更大的数据的这个int 就是整数类型 它也不能为空 漫人质呢 我们只要给它设成一个零 就是说你如果不传那它就是零 当然我们在实际情况下 我们是要传的 author author就是运户名 运户名我们这跟那个上面的 有的内部一样 我们都设成一个20的一个周固串 周固串大家用这个watcher就可以了 就是那个myscrow里面用watcher就可以了 然后整数一般情况下用int就可以 然后如果是整数不满足条件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bigint 如果是长内容的话 就是很长一段内容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longtest 这些类型基本上就能满足我们在日常使用中 所有的一些系统中 所有的数据类型 这个都是ok的 好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我们这个数据表是怎么建出来的 还是回到这个 我可把你试试试试 建数据表呢 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在这个myblog这个数据库里面 这个数据库里面左侧去展开 然后这个tables右击 右击有一个create table 就创建表 然后点击 这个地方跑不太好放大 所以说我就一边写了一边念 首先我们要输入一个表的名字 table name 表的名字呢 我们第一个表叫users表 然后大家看这个地方 第一列是column column就是这个列名对吧 我们说过列名是id 类型是int 然后pk是主件 然后那就不能为空 然后ai是自动增加 对吧 好 这样选上就ok了 然后第二列我们写成叫username username呢 是watcher给他弄个20 就是最大商量的20 然后他也不能为空 第三列呢 是password password我们也给他弄一个20 然后也不能为空 然后real name 那么给他弄个10 也不能为空 好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表就建完了 对吧 建完之后呢 我们怎么执行呢 一下子还是有一个apply的一个按钮 apply应用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大家看它是为我们自动生成了一段sackle语句 这个sackle语句呢 就是穿件表的sackle语句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那个sackle语句 都是操作表的 就是怎么去增加查询 修改删除的操作 像create table这个创建表的这个sackle语句 我们不是很常用的 其实你直接写sackle语句创建也可以 但是我们跟创建数据库一样 我们用这个图形化的界面 它会更加直观 更加方便的告诉你怎么去创建 然后我们apply 我们应用一下 OK创建成功 关闭 好 这个时候我们点这个刷新按钮 点刷新按钮之后呢 大家看这个tbots就可以展开了 对吧 展开之后呢 这个users就已经有了 就说明我们这个表已经创建成功了 然后再展开users 它应该是一个columns 就是列是什么 大家看id username password username就都有了 对吧 好 我们关掉这口 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创建第二个表 方式是一样的 第二个表呢 我们名字叫blocks 然后第一列是 第一列也是id 然后应它类型 主件不能为空 自动增加 然后第二列呢 是title title 我们是最大长度是50 然后也不能为空 第三列是content content 我们选成这个 long text的类型 也不能为空 第三列是 create time是 big int 20 然后也是不能为空 默连值呢 我们给它加这儿 加一个0 最后一列是author 就是作者 作者我们最大长度 给它设成20 然后也不能为空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了 完了之后呢 我们点一个apply 然后一样 它也是生成一个 创建表的最后一句 只有我们直接就执行就好了 好 关闭 关闭之后 我们把这个表现关闭 OK 这是创建对吧 你如果想删除表 或是修改表的时候 怎么办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需要右击这个表 删除的话 你就用这个drop table 如果是想修改的话呢 用这个out table out table 我们点一下 大家看 修改的时候 它又谈到这个界面 对吧 你想改什么 你就改什么 改完之后 你再点这个apply 就可以了 我们这就先不改它 好 我们回到pvt 两个表已经建完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表 存储数据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 怎么去操作表 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些表操作 就是增上改查 大家想一下 我们对数据的操作 无非就是增上改查 对吧 所有的一般情况下 一般场景下 我们所有的web server的应用 对数据的处理 要不是增 要不是删 要不是改 要不是差 只不过他们的 实现的一些细节 可能是不一样 但是都跑不出这死例 比如说你学会了 用cycle去进行数据的增上改查 那基本上可以说95%的需求 你都是可以满足的 然后要使用一下cycle语句 这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其实如果我们非常简单 一学就会 特别是我们只是需要满足一个增上改查 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 我在之前的课程中 也一直提一个叫二八原则 所谓的二八原则呢 就是说我们80%的需求 只需要使用20%的知识就可以解决 所以说我们这就秉成那个原则 我们就看看 我们用这20%的cycle语句 怎么去能解决80%的需求 好 我们简单演示一下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数据的databesis 给它删掉 然后我们想操作这个数据库的表呢 首先我们要执行第一步 就是用一个U字 把这个数据库的名字写上 myblog 然后分号不要忘记 然后执行这个 大家看 执行这个就已经执行成功了 执行是否成功 它最下面有一个 有一个绿色或红色的标签 就能看出来 每次执行它都会在这两方显示 然后U字myblog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 书tables 就是显示这个数据库的所有的表 我们看一下 好 有blogs和users对吧 然后注释怎么行呢 注释是用两个横线 两个横线 英文状态下 然后空格 这样的话 这个就注释了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一条注释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演示一下 怎么去进行增删改查 然后我们首先以这个users这个表为例 怎么去增加呢 inert into users 这是表名字 users 然后括号 括号我们看users里面有什么样的列 大家看第一列是id 我们说过id不用管 它会自增 对吧 所以说id不用管它 第二列是什么呢 是username 对吧 然后呢 是password 然后呢 是realname ok 大家看到这个写的这个地方错 这个password这个颜色变了 变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password如果是这个颜色的话 大家看这个insert和into都是这个颜色 use也是这个颜色 说明password是 和use和insertinto一样 它都是什么 它都是mycycle的一个关键字 就是这个cycle语句的一个关键字 就类似于我们在gs中去定义一个叫if的变量一样 这样是不行的 对吧 因为if是关键字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只需要使用一个这个符号就可以 这个符号就可以把它 不当作关键字 而当作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列来使用 括号里面写完这几个列之后呢 我们再写一个values 然后括号 下面呢 我们写几个字幕串 分别对用这几个列 有的内幕叫 章三 password呢 我们写123 real name呢 我们这个地方写章三的汉字 这个时候在最后不要忘了分号 这样的话 这样写完了之后 我们去选中这个执行 大家看一下 OK 下面显示一个绿色 对吧 就说明我们真正的把这个数据给插入完成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语句 insertinstool 然后表名字 然后后面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是我们需要加的那些列的名字 user name password和real name id不用管它 因为id会自动增加 对吧 然后password呢 是关键字 所以说用这个符号来把它包起来 最后values values一个括号 里面呢 是分别对应着前面几个列名的那个值 章三123 还有章三 OK 那就是这个代码呢 我们再简单改一下 我们把这个里四给它加进去 里四mira也是123 然后章三里四都加进去 然后选中这个 点击执行 OK 这是增加是吧 增加我们把它注视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增加完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查询 查询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是 首先第一个 select 信号 from users 首先select 就是查询 对吧 查询什么呢 信号就是查询全部 查询全部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users有好多个列 对吧 有id列 username password和real name 这列 信号就是说 我把所有的列全部查出来 然后from users users 就是表面 OK 我们选中一下 执行 执行完之后 大家看一下 id uname password 和real name 全部查出来了 而且 这些都是我们之前 差不多的内容 而且id 确实是自登的 从1 2 开始自登 而且这个id的自登 有什么规律呢 就是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id 整个1的这一张 给它删掉了 删掉之后 这个id呢 还是从2开始自登 就是这个表 你只要不删 它一直会往下增加 它不会考虑之前的 是不是被删掉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已经自登到2万了 2万之前都被删掉了 id自登的时候 还是会从2万01开始自登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不过这个对我们的使用 没有任何的影响 那我们如果不想插所有的列 比如说我们的列很多 我们查出来 就根本没有什么用 我们只是想插其中某几个列 那怎么办呢 就用这个select 好 我们先把这个好像注视着 比如说我们想插id和username select id 然后username 中间有个逗号 可看 最后还是from users 这样的话 就执行就可以了 给大家看 这样的话查出来就是id和username 对吧 好 这它还是自动排序的功能 这前提一下 就是涉及到MySQL一个性能有外的问题 就是一般情况下 尽量避免使用信号 因为信号的话 它会耗费一些性能 像我们这个地方只有四列 倒无所谓 如果有些表 比如说它有四十列 但是你信号查出来之后呢 你又用不了那么多列 对吧 你信号查出来四十列 你可能只用两个列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你就尽量的使用这个 直接写列明的方式去查询 就不要去 每个地方都使用信号 如果是你这个地方 真的是需要所有的列 那你使用信号 这个没有问题 但你如果这个列方 仅仅是用了几列 而且你这几列呢 只是所有的列的一个小部分 那你就自己写列明 不要用信号 如果所有的列项都用信号的话 那可能会对你的性能导致一些问题 好 支出量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查询条件 我们先把刚才这个拷贝过来 然后拷贝过来之后 现在进行查询是把我们所有的行都查出来 对吧 一共是两行嘛 然后我们怎么做查询条件呢 我们后面可以再继续加一个wire wire就是说加条件 条件怎么写呢 比如说username等于张三 分号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查询users表 这么所有的内容 然后当这个username等于张三的时候才会出来 我们看一下 OK是不是 里次就没有出来 对吧 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两个条件 多个条件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and 比如说and password等于123 这个用单引号就可以了 123 同理password还是用一个 这叫什么上引号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这个方 就是跟es6里面的那个zutra 那个方式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加两个条件 就是当username等于张三 并且password等于123的时候 我们才会把它查出来 大家看 查出来还是张三对吧 因为两个条件只有这一行满足了 那如果把and改成out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查并解 就是当username等于张三或者password等于123 我们看一下 加了个或者一查的时候 这样肯定都出来对吧 因为李四的密码也是123 OK还有一个常用的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常用的是 有一个like语句 就是模糊查询 比如说我们查这个什么呢 查这个username里面带张的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呢 引号里面前后加两个百分号 然后把张写进去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out先给去掉 username like like里面呢 张然后前后加两个百分号 然后这样质讯 OK 大家看是不是就把张三给查出来了 就是他会去模糊查询 这个列里面的内容 只要能匹配到这个张的 他就会都会查出来 我们可以再简单改一下 password like 比如like1 查询 这样的话就都查出来对吧 OK这是查询 讲了这几部查询之后呢 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数据库查询的操作 都可以按照这个来做 就没有问题了 还差一个是什么呢 抬序 比如说我们再把这个拷贝过来 抬序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wire什么什么什么 一个条件都加上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wire条件再加上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加一个最后加一个什么 加个order by order by 比如说order by id 最后加order by id 就是根据什么 根据id来排序 模糊的情况下是正序 我们看一下 好 是1 2 对吧 我们可以后面加一个dsc dsc是什么 就是倒序 大家看 是2 1 因为有的时候 我没查询数据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根据什么 根据时间进行倒序 或者说根据什么访问量进行倒序 或者根据lign.out的进行倒序 这样的查询对吧 用这个方式就可以了 查询到这儿基本上真的就OK了 这是我们的一般查询 然后这是我们的怎么去通过 查询几个列来提高性的那种方式来查询 然后这是我们的查询条件 查询条件都可以拼接 可以用and或者out来拼接 然后模糊查询呢 可以用like来做 然后最后呢 我们讲了这个order by这个排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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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